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上帝恩恬 主眼之间 2021年就已经过去了 新的一年 又再开始了 过去一年对我们 国人来说 对我们国家来说 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难以度过的年头 到处都充满灾难 和挑战 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 我要帮大家分享的是 因点比难处更多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你或者觉得事事顺利 餐餐好料 又或者经历许多 很艰难的功课 可能你曾经经历 坎坷和艰难 经历亲人离别 又或者你遇到 事业挫折 婚姻和家庭的问题 怡村的藏淡 而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 都在一个在九月离开世界 一个在昨天离开世界 当你看到别人都比你顺利 比你好的时候 你可能会说 我好软弱 怎样数损上帝恩典呢 请问你 你是以点的心情 来到我迎接 这新的一年呢 无论你的生命发生什么 回头 想一想 恩典肯定比 困难更加多 用我们从圣经来到看 我们研究 仍然可以数损上帝的恩典 圣经说 你以恩典为年 你以恩典为年税的观念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入 我们是耶和 你神所眷顾的 从税守到年终 耶和你神的页目 而事上看顾那地 我们要数损过去一年中 所蒙守上帝的恩典 并期待和祈祷 新一年 上帝对我们的慈福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 我们在主里面 经历的实在是很丰富的 我们正从即将过去的 那个以神为恩典 为观念的年税 走入下一个以神 恩典为观念 观念的年税 如我们预备好自己 继续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作为一个持久 映身的主人 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 作为回顾过去一年的经历 并数损其中所蒙守的恩典的时候 特别要思想二年为时间的单位 造成神恩典的工作 作为神为我们的年税的冠冕 而且这个年税的冠冕 也当是新的一年 我们在神面前要期待和祈祷 祂也必预备 当年上帝祖已经知道埃及地将会有七年的丰收 也将会有七年的饥荒 那神就预备开七年的丰收 是为了供应后来七年的饥荒的不足 七年的丰收 其实是对未来缺乏七年恩典的 如之之港是bonus 那还要在那个时候 好好去准备 上帝就要我们早早的 微与绰谋 再丰富之事 就先预备好面对不好的情况 有很多人在丰富收入的时候 他认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倒开缺乏的时候 他却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就很不习惯 大多数人很习惯 就是从上帝那里收好处 而不习惯为上帝付出 上帝预备不单只是赐福他的子民 而且也都是去祝福到其他的人 上帝为以色列全家 下到埃及而准备开机会 上帝不单只是赐福以色列人 他更是会祝福 会赐福埃及人 所以不要只看到七年的饥荒 而忘记之前七年的丰收 上帝同样知道我们人生的丰年 与饥荒年 但是这一切 他必会为我们预备 冠冠是带在君王或者王长的头上的 冠冠象征着成就和荣耀 冠冠是指神对我们的赐赐 对我们的应许 对我们的赐福是最大的 也都是他认为很重要的 当我们小小的来到思量 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的时候 我们何能不以感兴的心 充满信心和喜乐 进入到新的一年呢 我们又怎能不回头 数算上帝的恩典呢 一年的修成如何 到年底就可以知道了 同样神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荣耀 就要以年为单位来到计算 这个就是信仰的年论 就好像树长大一年 其年论中就增加多一个圈 就是经过开一年 神的恩典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 也都彰显 也都显出 树在一年的成长中 他经历开阳光的灿烂 和风和日来的日子 同时他也都经历开 乌云密度 和狂风暴雨的夜晚 但当一年过去的时候 对于树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他经过 哪一天 而是一年里面他多一度 年论 而且是刻在树心的 同样我们每一个人 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 有喜乐 又得胜 又痛苦 也都有失败 但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 最重要的不是 那些经历本身 而是透过365天的 许许多多 大大小小 点点滴滴的经历 在你生命当中 刻下 属灵的年轮 最神自己恩典的工作 你的路径 就是主的路径 而不是我们的路径 而且不是我们所走过的 满一步 所走过的每段路 都滴下之游 而是说 上帝的路 都滴下之游 这一度 自由 是代表着 神丰富的恩典 排为慈福 因此可以这样说 只要是 行在上帝的路径当中 我们做必经历 祂丰富的恩典 看到祂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因此对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来说 行在上帝的路 而不是行在自己的路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比较短的路程当中 我们很难去辨别 我们走的究竟是上帝的路 或者是弯路 冤枉路 或者是偏路 但是走过一年再回头 来到看 在我们走过的路程的时候 主的路径很清晰地显出 就像乡村的那些泥路 马车经过的地方 楼下明显的两道车辟 主带领走过的路 做楼下开之游 滴下来的 不可没去的痕迹 的各个祝福 路径都滴下 自由 这句话来形容 倚靠神 有梦神眷顾的人 他们会无望不离 处处梦恩 就像弹尔利 和玉失等 这些人 当我们行在神的路径 上帝做以 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带在我们的头上 除了指神的恩典 冲念不断之外 也都是形容 神的恩典 多到堆在人的头上 也都是 好似一个 一行的一个 冠冕 大卫的一生 很坎坷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是一个牧羊人 他哥哥是在 为素裸军队 作战时 有一天 大卫的爸爸 就叫他送给他哥哥们 正好遇到 菲利斯人 哥尼亚 向以色列人 骂阵 当时以色列人 不敢联队 这个 巨人 那巨人 哥尼亚 就天天都骂以色列人 哥尼亚是一个巨人 当时以色列人 都不敢帮他打仗 大卫就靠着耶华 曼君之耶华的名 和巨人 哥尼亚来打仗 而赢了他 并将巨人 哥尼亚的头 斩下来 当大卫从战场上得胜 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 回到以色列的时候 他收获到 内自公主米甲的爱情 王子 约那丹的有余 你欢迎他 是以色列宗户类 他们当时的户类 他们的称赞是什么呢 苏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因为这个缘由 他也招待 苏罗王对他的妒忌 苏罗王认为大卫的存在 对他的皇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此 苏罗王做想尽办法 切发多次要致大卫以死地 大卫曾经对他的好朋友 约那丹 这么说过 我离死不过一步 但是因为上帝的保守 大卫一次又一次经历上帝的恩典 在每个困难当中 都能够化险为宜 得着平安 因此大卫说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年岁的冠冕 对于我们来说 何上不是这样呢 对于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上帝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 度过生命的难关呢 真的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大卫年轻的时候 就因为杀死哥里亚而遭受到 素露的妒忌 因此就开始在图难的生涯 同时也都开始撞大自己的军队力量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之后 素露王在基尼波山上被菲利斯人杀死 以时南方的幼大长老来到高立大卫做犹太王 将皇冠带在他头上 那个时候北方还在素露王的儿子来统治之下 之后大卫通过种种的努力 七年半之后 终于将南北联合起来 北方的众长老来到希伯来 那 就高立大卫成为联合王国的第二任国王 将皇冠带在他头上 后来大卫的军队和阿门人打仗 断了阿门人王所带的金冠面 终于将这个冠面带在大卫的头上 王伟 冠面是反映一个人的身份 地位 荣誉 和享受 但是在大卫的心目中 不是大卫 这个皇冠一次他觉得好荣耀 在大卫的心目中 真正能够满足他的是神的恩典 王伟 冠面是神的恩典所持 恩典高于我冠面 恩典 占是真正的冠面 所以他向神 感谢 欢呼 利以恩典为年税的冠面 我们应该向大卫 在享有财富 荣誉地位的时候 纪念神的恩典 感恩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 在过去的一年里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你的事业当中 是否有新的成就 当我们人生 有新的收获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将荣耀归给神 再好似大卫 当我们拥有 至高的权力和地位的时候 大卫没有忘记 这一切的领受 都是来自上帝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知恩者 必感恩 对大卫来说 他的一生经历 是很多神的恩典 上帝一次 又再一次帮助他 解救他 因此他懂得感恩 那在中国仗字 仗应文字 是很有意思的 因这个字呢 是上下的结构 上面是一个因 下面是一个心 因是什么意思呢 因是因为心 而发生的感激之情 这个告诉我们听 一个人 只有懂得 用心去体会 去感受 他才懂得 感恩 如果一个人的心 已经麻木了 已经死了 那心灵最多的因 因为他都没办法 来到察觉 一个人 他坐火车 坐在一个城市 到另一个城市 所以旅途当中 他不是 的向 车窗外 来到看 当火车经过 欢呼的田野的时候 他就会说 哇 太壮观了 而当火车 经过湖边的时候 他又会说 哇 太漂亮了 回到一个地方 无论他看到 哪一种景物 他都会 哇 太美丽了 他跟车厢的人观察了他很久 终于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 你经过所有的地方 看到所有东西 都令你如此 兴奋 你都认为这么漂亮呢 他就说 你不了解的了 我盲眼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前不久 我做开这个眼的手术 现在我眼能够重建光明 对我来说 眼前的一切真的太漂亮了 我来说 我来说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个美 而是缺少一双 发炎美的 眼睛 同样的道理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是缺少感恩的事 而是缺少 缺发感恩的心 不是上帝没有恩典 而是我们忽略开 上帝的恩典 就在我们身边 每一天都 在我们身边 著名作家 凯倫 凯倫 曾经那一句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 自己小的时候 为了没有鞋着 就一直哭 他说 我一直哭 哭自己 没有鞋着 直到一天 我发现到 竟然有人 连脚都没有 当我们用心去感受 神的恩典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生活当中 其实是充满了 上帝的恩典 有人说 懂得感恩的人 是人生的大智慧 因为人生在世 我们不可能 日日一帆风述 在面对 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如果我们懂得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 消极的来到对待 那么我们的生命 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沉 但如果我们懂得选择 靠着上帝的恩典 去面对挫折 和苦难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就会越来越 勇敢 乐观 积极 和向上 因此英国 作家 薩克雷 他的感觉 生活就好像一面 一面镜 你笑的时候 他也会对你笑 你哭的时候 他也会对你哭 困难认构是存在的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 仅管有人生 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难处和困难 只要我们仰望上帝 我们心里是可以 认救非常喜乐的 因为相信 下秒 上帝的赐福 下一刻的机会 会比上一刻的更好 因着依靠上帝 几多的危机 都可以变成转机 几多的困难 都能够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们的生活 不是将难处除去 乃是要求恩典加多 当我们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时 就算难处 也都是甘甜的 诗篇 这么说 你卷过地 降下透雨 洗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没了水 你这样摇灌了地 好为人而被五谷 你摇灌地的泥沟 潤平 泥直 降金路 洗地怨和 其中发展的 蒙你慈福 你以恩典 为年岁冠冕 你的路径 都赐下自由 是的 上帝要慈福你 上帝要给你的恩典 是多而有多加 上帝应许我们 从岁手到年终 都有 祂的同在 和保守 如果你知道一年里面 都充满上帝的尾线 每一天你的头上 都带着上帝 恩典的冠冕 那应该是多美好的事情呢 但如果你不知道 真的很可惜 而 我们如果 想真正得到 神的保守和看顾 想让自己每一个日子 都充满开神的美善 就必须遵守神的命令 做好我们自己 应该做的事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守约的上帝 是守约 施持爱的神 祂会按照祂所立的约 而行 祂当然也会 要求祂的百姓 按照约而行 古时 上帝令自己的百姓 出了埃及 出了困苦和奴役之地的时候 祂将谷的又山 又谷 又二水之轮之地 刺激 祂的百姓 神也都命令他们留意 听从祂借摩西 吩咐他们的戒命 在爱 也化 他们的上帝 要尽心 尽性 尽力 来到示茫祂 并且警告他们要謹慎 免得 心中受违惑 做偏离正路 可以侍奉敬拜 别神 如果他们做开 不应该做的正事 不做他们 不当做的恶事 神的丫目 做必从遂守到年终 看顾保守他们 使他们的日子得以长久 神也都必按时 降秋雨 春雨在他们的地上 使他们可以收藏五谷 伸走 和游 上帝对我们要求 也都是一样的 要我们尽心尽性 尽力 来到示茫祂 幸祂一度 专心 倚靠祂 我们能够从水手到年终 都有神的恩典 我们不是幸运 我们是蒙福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困难那里 我们单单看我们的困难 说 虽然现在这个环境非常好 但是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没有能力的 要转换我们的思维模式 要变成 虽然受敌强大 他们有铁车 铁马 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 将他们赶出去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困难 虽然我们遭受各种的迫不 疾病 忧患 但是上帝 如果是帮助我们的神 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所以在前面那一年 无论我们遇到有多少的困难 我们要记得的是 上帝的恩典 永远是比困难多 再甚至我们遇到困难 上帝恩典足够我们用 足够我们胜过 这里有个祈祷感觉 亲爱的上帝 感谢你 是守约 支持爱的上帝 从遂守到年终 我们都经历开 你的同在和保守 你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 走在你的途径 都能够感受到你的恩典 与的下的自由 在前面的这一年里面 我们肯求祝你 私恩 让我能够继续 从 让我能够继续从今年的岁首 直到今年的年终 都不断地体验你丰富的恩典 让我们在今年继续定征在你的身上 而不是在困难身上 我们知道在前面有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最困难的 尚高利在那里 你必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来到面对所有的一切 因此 我们做能够 欢喜快乐的过日子 我们以这样的心 来到你面前 来到向你祈求 求你私恩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享受 你的恩典 享受你的同在 我们这样祈祷 逢靠耶稣的命 阿们 为了耶华上帝 恃福以利 保护你 为了耶华上帝 私恩给你 愿上帝 恃利 同利克家平安 感谢观看